我们这里,昨天有一位同书,他睡一觉就走了,他是弟子来的,睡一觉就走了 哎哟,哎哟,华生啊,几岁啊?王生,他是72岁啊 72岁啊?叫什么名字啊?我看看他在哪里,睡一觉就走了 陈瑞,陈瑞英 陈啊,东陈啊? 我东陈,然后瑞,英诗的瑞,英国的瑞 陈瑞英是吧?我看看啊 啊,关心不下来带他走是 哎哟,操操溜到了 哎哟,他还站在云上面呢,不得了 哎哟,我看到他,他死的时候还是花白头发,头发不是完全白的 嗯,对对对对 眼睛还蛮大的,脸呢稍微有一点点肿 嗯,嗯,就做脚脚刺了 对 那脚房子还要放吗? 那我们还要放? 关心不下把他带走了 那我们还要给他脚房子吗? 那关心不下是牵着他的手上来的 不得了了,不得了了他 感恩,感恩,关心不下了 嗯,他再不关心不下 嗯,他一次进化掉了,没有人进来 嗯,他怎么像,他现在被关心不下,接在手上像个小,小男童一样的,像个小孩子 哦,他比较小的,像个小孩子 是吧 他脚不脚,有点像小男的 对啊,他死的时候那个脸应该有点像小孩脸了,我看到 对对对对,这个人看见 啊,你看见了吧 呵呵呵 呵呵呵 不要当案件吗? 你们好好修啊,你们通过这些事情你们都要有信心啊 我告诉你啊,这种这种这叫夫妻啊,睡一觉就走掉,一点痛苦都没有啊 你知道人最痛苦的就是死的时候啊,这个办不下,那不下,看看老婆,看看孩子,看看房子,看看车子啊 这个不行,那个不行,这里痛,那里痛,你知道多惨啊 嗯,还有师父,他之前有跟他的女儿讲,他要把他鼓励撒在道台了 不要去理他,那是过去,他不懂的,所以很多遗言都不要去听,没什么用的 因为遗言是他没有开悟,他没有看到真实这个世界,他还没死掉之前,他按照人间的思维来立下的遗嘱,那是人间的思维,听得懂了吧 嗯,当然了,他如果在人间的时候,他说我要把这个分给二儿子,那个分给三儿子,你就得听他的 但是他说他把把骨盔要撒掉,你就别理他了,听得懂吗? 嗯,嗯,嗯,把他埋土了,埋在土下,你有什么事情,他,他自己都明白的,你们这么做,他心里都很明白的,明白了吗? 明白,明白,明白,好了,好了,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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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好了 就是说给他入主为安,是吗?入主为安,这样,他才会开心 这样,这样,这样,这样 就是他的女儿,他的女儿真实让他去打海了,怎么办? 他的女儿啊,他让他去撒了,没办法,以后他妈妈会去找他麻烦的 哦,哦,哦,这就是说他已经超超六道,是跟这个是打海就没有关系的了 有的,有的,超超六道的,你在,你哪怕升得再高,你在人家待过,你就必须留下一点东西 所以,入土的归土,是啊,是泥土的归泥土,你看见,那个天主教啊,他们,耶稣教他们,祷告的时候不就这样了吗? 听不懂啊?是泥土做的,归泥土,明白了吗?是灵魂的回到天上,明白了吗? 嗯,明白,好了 感恩,感恩师傅,感恩师傅,感恩师傅 好,再见,啊,再见 啊,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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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